主后脑,刚才通了一下,认识上下那个场景了。 我看到一个叫皮带冲击的一个漂发艇,两个好像年纪轻的,穿了一个救生衣的, 住在那个气垫的那个小艇上面,小艇上面很快速地从前方冲过去。 他们在尝试,如果一个小艇拿着炸药去抓它的话,会是什么一个结果? 用那个小艇去涨界,那个小艇前面放了少量的炸药,是不是效果更好一点? 当然,它就是不用大船,用小一点的东西,用小一点的东西炸它,是不是效果更好一点? 用炸药,炸在那个小小的一个船上面,然后炸一下,似乎更好一点,一方面表示炸,一方面由炸药来起作用。 为什么?因为那个船这么大个东西,最后一定是有主人的,他们分析来分析之下,那个船是一定进入注册的。 你即使这个船都停在港口里边,也能找到这个船主人是谁。 因为这个船不是UFO啊,UFO是你找不到那个主人在哪里啊? 那个船一定要落实到这个主人是谁,你就是再隐瞒也瞒不了,因为毕竟还有群众的眼睛嘛。 所以,一船漫下漂流的时候,延安肯定有老百姓看到。 所以这个目标太大了,他们正在讨量,这个目标太大了,这个目标太大了,这个目标太大了。 有人说,在夜里别设施。有人说,还是用那个一个小的一个批发型这样的,蘸个炸药去炸它。 现在他们正在讨,到底以什么方法把它葬叫。当一个字是要葬。 葬的时候呢,要一击击垮,才有效果,就是说被这个葬叫的。 不能葬那个半死不活,这个没死啊。知道吧?就要杀人,一定要一刀毙命。 而不能,最后留了火口,脖子没断,留了火口,被那火口供出来,是谁干的。 所以,共产党这次很害怕,一定要不要留下火口,不要留下自数码机。 让他们想到,他们是无神论的思维啊。 有一句话叫,人在诸天在看的,他们怎么想,怎么策划都被人家看到了。 明白吧?邪恶的人为什么能干邪恶的事啊?因为他们是无神论者。 现在明白了吧?人家一直讲的,无神论者,干事是没有底线的。 中国的悲哀就是无神论。现在看到了,这次再次证明了,无神论就是中国的国难。 就是无神论。如果有神论者的话,绝对不敢干这样伤天害地的事。 知道啊,人死了一刻,会找他们来报复的。 所以,肯定出去救援,救援到最后一刻,实在没办法的才垮掉。 而是前面,前里有在救援,大坝下面的在救援,上一个也在救援。 而不是现在动脑筋怎么让这个大坝垮掉,垮掉以后把这人推卸给别人。 这就是无神论和有神论的区别。所以啊,共产党一定要倒,中国才是希望。好,再见。 谢谢。